末代皇帝溥仪珍贵的家庭长 第二章皇后宛容 第四章慈禧的养女末代皇帝溥仪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皇帝 她一生大起大落 三次登基为底 三次退位 也曾沦为阶下囚 最后一个皇帝 最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 可以说 溥仪的人生经历比明英宗曲折得多 除类溥仪穿着戎装罩的流眼 一副文艺青年饭 严肃的表情 自带懵懵懂懂的表情 溥仪一生中有五个重要的女人 分别是皇后郭布罗宛容 淑妃文秀 祥贵人谭玉玲 福贵人李玉琴 亲李舒贤 陪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女人也只有李舒贤 两人婚后享受着平凡人的平淡 溥仪对这位妻子也是非常疼爱的 其中皇后婉容的命运最为惨可 温秀最为勇敢 图中间坐着是皇后婉容 纯亲王爱心觉罗在风 只含着今要是出生的天皇贵宗 作为穆带皇帝溥仪的生父 他的仕途是一路通达的 溥仪称帝期间的坚国社正王 清末宣统年间大权的实际掌握者 最主要的是 在风的颜值比起儿的溥仪高多了 涂为溥仪和家人的流影 后排左翼是溥仪的三妹妹运营 中间坐着是在风 溥仪生母瓜尔家世 是军级大臣荣禄之女 六十被慈禧太后收为养女 她嫁给在风后共育友 长子溥仪 四子溥仪 长女月婴 四女月和 三女月 溥仪虽然贵为皇帝 她的地位似乎也没有十分尊贵 后来瓜尔家世和端康皇太妃闹矛盾 回到府邸后 大哭并吞鸦片自尽 图中后面最诱者是瓜尔家世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带 图片来援护联网 版权规所作成